那我是来自台湾台中的高宣城三传 那今天呢很荣幸的受邀我们这个GC99大家长 我们葛瑞斯吴我们的五传 那担任今天的主持人 那也非常的开心呢 今天是迎来我们的这个钻石访谈 那在去年姻缘季会下 我在网路上认识我们的五传 那透由她的分享呢 那有机会加入我们的美商凯莉 那我们台湾也真的非常的努力 短短的十个月已经产生二颗闪亮亮的钻石 那今天呢我们非常的荣幸 邀请我们的新科钻石 我们的黄文林黄钻石 想要跟她了解取经一下 她是如何呢在传产业三十多年的这个土地开发 这个房地产的董事长 那她是这么高收入啊 她是如何呢从这个房地产看懂整个跨领域的组织 那我们先有请啊 掌声有请我们的黄文林钻石 跟大家打一声招呼 哈喽大家好 啊这个大家可以看到后面背景啊 就是我们黄文林黄钻石啊 她在我们台湾桃园的豪宅哦 那我去过他们家 真的是富力堂皇非常的大哈 那我们大家一定想要了解啊 为什么我们文林钻石呢 她在传产业房地产哈 做这土地开发 他们的收入都是亦来亦去的 台币亦来亦去 美金大概是破百万美金的收入 那在他们这么高收入高格局的 这种传统董事长大老板 那为什么呢 她会在这几年来哈 啊依然决然的看懂了 网络营销这个产业 那呃并且呢 在去年哈 我姻缘机会下啊 我因为呃应该是这样讲 我在五六年前啊 在前平台 有这个姻缘啊 跟我们文林钻石哈认识 哇当时呢 她在我们前平台哈 真的是啊很少全台啊 风靡我们全全台湾了 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只要有她立临的招商会啊 绝对场场爆满哦 我个人也是她的小粉丝啊 只要有她呃在主讲的现场的招商会 我哈北中南到处奔跑 就是要跟随她的脚步取尽啊 啊如果大家有听过我们文林钻石的招商会 就会知道我们文林钻石 她的现场的干燃力炫燃力非常的强 尤其呢她针对我们这个趋势的剖析跟分析 她有她独特的见解啊 那她一直都是走在趋势前端的佼佼者 那想要跟文林钻石请教一下 在去年啊 您是如何在我的分享之下呢 您会选择跟我们美商凯利合作 那呃我们后面的时间就交给我们文林老师 呃请她跟我们做一个剖析跟分析 好谢谢我们文林老师 哈喽 所有凯利的全球线上家人们 呃大家好 这样子声音听得到吗 呃可以可以好文林老师好听得到 好首先呢也要借由呃这样的一个线上机会呢 谢谢我们呃居西九九大家长 国业史乌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来做分享 那更要借更要谢谢呢 我生命中的贵人宣承三传 在去年的九月份呢 将凯利这样的一个商机带来给我 才能让我呃今天有机会 能够跟大家在线上认识 跟大家做分享 呃我的本业呢是做不动产 从八九年到现在 我在这个行业呢已经有三十二年的时间 那我是在什么样的机缘之下 会跟呃网路营销这样的一个行业做 做一个结合 是源自于在呃两千年的时候 我的我个人的膝盖 因为职业的关系 所以呢我的膝盖过度磨磨损 所以在我三十九岁那一年呢 医生就建议我要换人工关节 但是我要开刀的前一天晚上 真的很不甘心 觉得这么爱漂亮这么年轻啊 呃膝盖上就要画画两个长刀 那因为一个不甘心呢 呃当然就是生命中又迎来了 另外一位过瘾人 有一个大姐呢就听到说我要呃动刀 所以她就来跟我分享好的保健品 那我也是在半性半意的情况下呢 就开始使用 但是非常奥妙的是我的膝盖呢 从呃就吃了产品之后 从三个月前要开刀到三个月后 从会痛到不会痛 然后呢我就开始真的是非常讶异 因为在过去呢 在我三十九 三十九 三十九岁以前 除了吃维他命以外 几乎不曾吃过其他的保健品 但是呢这一位大姐就跟我说 她说文宁如果这个产品能够帮助你 那我相信跟你一样有 一样问题的人一定很多 那你愿不愿意跟大家做分享 呃那因为在当时我并不知道 有组织行销这样的一个行业 但是呢他把我介绍给一堆夫妻 那这一堆夫妻呢 呃跟我童年次非常优秀 当时他们在这个平台已经做了两三年 然后他们告诉我这是一个生意机会 啊可是因为我的本业是不动产 那我当然就是很好奇问他说 那既然是一个生意我要投资多少钱 他告诉我说投资六万块就可以 我的内心那时候觉得哇很好笑 哪有可能做一个生意只要六万块 那后来呢我因为这样子呢 呃他们跟我详细说明了之后 因为最重要他们拿他的收入给我看 就是努力经营的两年三年之后 他们的收入能够来到每一个月 平均大概都上百万以上 那我我当时第一个想法就就会觉得说 诶这是一个小额投资 能够能够有这么稳定的一个收入 如果我利用我业余的时间 我来开发另外一个生意 然后又可以帮助到别人的健康 所以我是基于这样子 我跨入了这个行业 那我真的非常感谢 这对夫妻因为他们是非常正规的 组织行销公司出来的 所以他手把手教我的都是正确的经营理念 那我在第一个平台呢 也做了三年多 那我也赚了1600多万 所以在当时对于我来讲 我觉得这个事业很美 那也一直从2000年到现在为止 我一直以来我都有两个身份 我的两个身份 一个就是传产的土地开发公司董事长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一直都在带团队 所以很多的人问我 如果两个身份让你选 那你会喜欢哪一个 那会跌破所有人的眼镜 我都跟所有人分享 我喜欢的是带团队的这样的一个身份 那为什么呢 我为什么我会这么喜欢这个 人家不敢说的行业 在台湾很多的人不喜欢船直销 而我个人呢非常非常热爱 以我从一个上班族到船厂的老板 到我接触到组织行销 我认为全世界365行都可以赚钱 但是我认为最了不起的行业 就是组织行销这个行业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这个行业的本质 就是提供给每一个人一份事业机会 不是工作机会 就因为这样子 这个行业非常特别 你除了可以用个人的名义加入 如果你愿意的话 你也可以用公司行号跟公司做对接 所以在组织行销这个行业里面 一直以来人家都说 只要你好好经营 将来你可以世袭一份事业 给你的孩子 他就是这样子来的 那当然因为我的本业 还是一直都在不动产里面 那过去的两三年来 台湾的房地产 尤其我过去十年 我全部转占工业用地 所以台湾过去的三五年间 工业用地特别夯 那我呢也忙到不可开交 那我真的生命中非常感恩 在我所有的大案子 在去年的八月 几乎全部告一个段落 然后正在瞅 哇觉得忽然之间觉得好空 然后呢每天中午就在想 我今天要煮什么东西给我老公吃 就是这样子会觉得自己好像 有一点怎么样 过着非常悠闲的日子 但是在九月 去年的九月 我就是突然接到了宣承三传的一个电话 他打了一通电话给我说 文尼老师好久不见 然后当然就关心他 那因为之前有听说他可能转占平台 那我只是很关心问他说 宣承那你新平台做得怎么样 他说老师我很不好意思告诉你 我说没关系你说 他说我不小心成为双转 我说哇这么厉害 其实当时我并不了解凯莉的制度 我只是觉得双转 双转时应该是很厉害的 但是他接下来的一句话 真的深深打动我 他说老师我是单轨 我单轨成为公司双转 我说哈你们公司只有打单轨 他说没有我们也是双轨 但是我们单轨就可以怎么样 就可以上转 然后他那他又告诉我说 我用五个月的时间 我的收入已经来到月入百万 我说哇恭喜你 你真的很厉害 他说老师我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来跟你做凯莉的一个分享 所以我非常谢谢他 他呢就是花了一点时间 来桃园跟我做分享 那当然他当天分享完毕 其实我觉得结果不会骗人 因为呢当天呢 我们的三转呢 也透过他的后台 他的确让我看到打单轨 他就成为公司双转 也的确我看到他的奖金收入的 这样的一个类别 非常非常特别 就是来自于我们的分销跟拓展 但是呢在当时 我已经止于第一次听见凯莉 所以呢我就告诉他说 宣承给我一点时间 我会做功课 我做完之后我会告诉你 他说老师那你要多久时间 三天够吗 我说也许更快 所以当天晚上呢 我就做了凯莉的所有的功课 那当然呢 要做凯莉的功课最快 一定是上网嘛 上网去抓资料 那我很开心 我就是去看到了我们五传分享的 选择凯莉的五大理由 那我重复看了两遍 那最终我发现了凯莉 我自己的不断的透过自己 自问自答 我真的是发现凯莉有做大 做久 做稳的成功条件 那我想呢 在我们的五大理由里面 我想每一家公司国外就告诉我们 公司产品制度 文化背景司机 那我也是因为这样子 我开始认真去评估 首先看到的当然是凯莉 凯莉呢 虽然是一个非常新的公司 在去年我接触的时候 她甚至都是才九个月的宝宝 但是呢 我比较吸引我的是 谁诞生了这个宝宝 也就是我们的四一集团 所以呢 我当天晚上呢 也到四一集团的母公司 去做很多的链接 哇 我发现实在是太了不起了 这么大 全美这么大的一家 这个保健品生产企业 既然现在出来成立了 自己的行销品牌 但是当时的我 我还是有质疑 我会觉得这是真的吗 因为我个人热爱主持行销 我认为在这个行业要成功 它必须要做对很多事 那首先当然一定就是 公司的实力背景嘛 那当然我还看到呢 就是呢 公司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布局 包含我们产品的 19项的一个国际认证 那当然很多的包含我们的原物料 SOD啊 MLN这些 我觉得呢 这个凯利呢 就是我们的四一 它是确实具有这样的一个实力 那当然接下来就是产品 在当时我还没有使用任何一支产品 但是透过三传的一个介绍 当时呢 我加入的时候我们的紫檀期还没出来 他告诉我我们全系列的产品 六支产品都被列入在美国的要点 哇 那我当时就在想 以这种平台的实力 加上产品的优势 这哪怕是在组织行销 全球百大的公司里面 都应该很少有公司具有这种实力 那当然第三个呢 我有尝试去看看我们的创办人 他经营这家企业的一个理念 那我觉得呢 老板他让我很感动的就是说 他以挑战为使命 那我个人的个性也是属于比较这样子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老板 还有一个他的品牌价值观 就是长期主义平衡共生 我觉得这个所有的讯息传达出来 就是代表这个凯利的创办人 就是我们的林博士 跟我们的Steve先生 他们都有想要把这家企业 做久的一个打算 这个是我当时我看到呢 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 当然接下来我个人的强项 我是市场的人 所以呢我看一家公司的平台 我最关心的就是他的商业模式 因为商业模式就会牵涉到 制度的一个设计 而我们知道制度就会引导做法 而做法就会产生结果 所以当时我看到整个人性化的制度 210的设计的时候 我就知道老板他脑袋里面的东西 这个商业模式就是一个 精心规划的顶层设计 他透过了短期中期长期的布局 我知道当他有一天通路行程的时候 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一定会透过这样的一个制度 来到一个所谓的稳的实力 那当然最后一个就是所谓的一个机会点 时机点 我们都知道组织行销这个行业 它非常特别 因为他谈的是一个裂变的系统 既然是裂变 当然你先加入 晚加入 对于时间差 它会有一定的影响 所以我评估了这五大理由之后 我就开始认真去思考一个问题 如果我今天我没有跟凯莉合作 我会失去什么 那如果我跟凯莉合作 我又会得到什么 那当然透过在这个地方九个月的运作 我觉得这个五大理由 现在可能要加一个第六点的理由 我真的很感动 就是我加入的时候 我们的五转的团队 就是我们的GC99系统 它已经非常完整 除了做线上培训 甚至每一周固定的时间 都会办全球的线上招商 这对于我们说 现在网络是没有国界的时代 尤其这两年全球的疫情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工具 对于我们要做一个 所谓的全球跨境电商 我觉得这一份的补足 我觉得对于一个 我要刚加入的人 它会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力道 所以我最后我自己评估 如果这个黄金三角 公司的部分试衣没有问题 产品的部分 由全世界顶尖的科学家 研发最好的产品 交在我们的手上 最后就是公司的商业模式 它把最重要的市场 交给我们在线的所有的伙伴们 所以我开始问我自己 如果凯莉做对了所有的事情 如果这样的一个机会 交在我的手上 那我有没有信心 把市场把团队做好 那我问了我自己几个问题以后 我坚定的告诉自己 我有200%的信心 我可以把这样的一个事业做好 所以这就是我最后 我选择凯莉的原因 这是我这个题目的分享 谢谢三角 谢谢我们文宁钻石 精辟的分享 从文宁钻石以前 是传统土地开发的董事长 那他们当时 你也知道做传统的投资成本 是非常高的 风险也非常大的 那到后来呢 因为他自己本来要换人工关节 爱漂亮的他 不甘心换这个人工关节 经过一对夫妻贵人的指引 让他有机会接触到这个保健市场 这个组织营销 那也从中看懂 真的做组织 他的投资报酬率是非常高的 我们这是一种轻资产的投资 每一个人呢 都可以呢 轻轻松松的 透游组织这个平台 那达到人生翻转的机会 那文宁钻石呢 秉持的这一种呢 助人的商业模式呢 看懂了组织行销的价值 所以他说组织行销 跟他传统的房地产相比之下 他既然乐爱的是组织行销 因为唯有做组织 透游这个有价值的平台 才能帮助到身边的朋友 获得健康 获得财富自由的机会 那在他市场经验的丰富经验的状况之下呢 当他看到了美商凯利这间公司 以他的专业角度来评估了我们美商凯利的五大亮点 不管是公司面 产品面 制度面 趋势面 公司的文化起心动念 刚才他有再加了一项 还有我们的系统跟团队 在这么完善完整的公司 一切具足的状况之下 他如果没有跟这间公司合作 他会失去什么 如果他跟美商凯利合作 他会得到什么 于是呢 在他这个分析的状况之后呢 他选择了与我们美商凯利做合作 那果然呢 我们文宁老师非常的厉害 他用短短不到半年的时间啊 就成为我们美商凯利 闪亮亮的新科钻石啊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 不瞒大家说啊 我们在前平台啊 我们曾经呢 非常努力的下市场 因为制度的关系呢 我们几乎要打上一个总裁的聘监 至少要三年四个月吧 是非常辛苦的 但是当时呢 我们文宁老师呢 因为一个因缘的状况之下呢 加入我们前平台 居然用短短不到五个月的时间 就成为我们前平台 非常厉害的一个大总裁啊 那真的是惊吓到我们所有的经销商 我们所有的螃蟹都会觉得 哇这是何方神圣啊 大家至少都要用三年的时间 才可以成为这样子的高聘监 但我们文宁钻石在前平台 居然用不到五个月的时间 就在我们前平台成为我们的这个总裁聘监 那并且呢 他也用五个月的时间 就在我们美商台里成为赏亮亮的一星的新科钻石 那我想要请教一下我们文宁老师呢 到底呢是你有什么 密招 台湾话叫撇步 你有什么绝招 大绝招 可以让你好不管在不断不同的时间 在不同的趋势点上 你永远都有办法成为我们趋势千端的佼佼者 并且用这么短暂的时间都成为这一个平台的成功优秀的领导者 那我们就在这边跟我们的文宁钻石 我们请议一下 您是如何有办法 永远都可以成为我们的速度女王 那接下来请我们的文宁老师现身说法一下 谢谢文宁老师 好谢谢三传 其实大家封给我这个外号 其实文宁不敢当 因为呢我在前平台的时候 我是公司成立七年以后才加入 那我会加入前平台 都不是因为什么原因 纯粹呢是想去学 如何用一只手机来做全球的生意 所以当我加入之后呢 我发现哇这个平台已经太多的领导人了 也就是我前面有太多太多的大三 那当然因为我们都知道 做组织一定要创造自己的故事嘛 我如何在最快速的时间 能够创造我自己零到一的故事 我希望呢有一些人 眼光可以投注在我的身上 所以呢当然我一定有做了一些事情 但是我这边还是必须强调 因为呢系统很重要 所以我当我在前平台的时候 系统完善 所以呢我就紧跟系统 紧跟团队 那这一次呢来到凯利呢也是一样 我是九月份加入的 但是呢我们的五赚呢 应该是在二三月份就开始已经进来这样的一个平台 所以他用半年的时间呢 也把我们的凯利的系统做得非常好 所以我进来的时候呢 我必须真的说我是完全借力于团队的支援 那当然因为做一份事业嘛 文灵跟各位一样 我也是一个人进来 所以当我进来的时候 我就知道我必须去做一件事情 所以呢我想 我接下来这个题目 我想跟各位来分享 其实重点不在于速度快不快 重点是在于我们到底要做什么事 我想既然是谈组织 第一个我们一定要让自己怎么开始嘛 第二个当你开始有团队之后 你一定要去知道 你要怎么让组织去做滚动 因为呢毕竟这是一个呢 两人以上叫组织 就不是你一个人的事 我们传统的业务单位 就是单打独斗 只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可以 但是组织不一样 那在如何开始之前呢 我想借以我的分享呢 我们今天在线上的所有的领导 所有的家人 也可以检视一下 我们自己有没有这样做 首先呢从我决定做凯利的 那一刻开始 我就必须先帮我自己做定位 我是定位我自己要做消费者 还是一个分享者 还是一个全职的一个经营者 我想如果是消费者 我可能就是单纯的使用产品就可以了 我如果是一个分享者 我可能就是利用下班业余的时间 加减去做分享 但是如果是一个经营者 就不一样了 我必须呢 把我一周七天 一个月三十天 把我二十四小时的时间 全力以赴 再做这样的一份事业 好 那当然我一定是把我自己设定在经营者嘛 我跟我自己讲 房地产是我的事业 但是呢凯利才是我一个 全球的一个什么大生意 所以呢 从我决定做的那一刻开始 我开始呢就必须要跟我先生做分工合作 所以呢 我跟我先生说 房地产就交给你 那整个的凯利的部分呢就交给我 那当然我会有这样的这么大的一个动力 我一定有我的经营动机 为什么我有一个船产的 董事长的身份不做 而我要下来带团队 我的经营的动机非常非常简单 因为我在船产里面已经32年 我已经比我的同学 比我的同年龄层会赚钱 但是呢 我做了32年以后 我发现我赚钱的方式呢 就是就是什么 一次性的行为 就当我有买卖土地成交的时候 我就赚一笔服务费 那赚完之后呢 又没有了 所以呢 我每个月的一号都要重新归零 每一个月都重新归零 每一年也都要重新归零 重点我做了32年以后 从我手上成交的案子 最少超过500件以上 但是我翻过头去看 我一个case 我一个客户都没有留住 而我自己非常清楚的知道 组织行销它就不一样了 我所有的努力 我都可以被累积起来 一旦这个平台 它本身就有做大做久 做稳的准备的时候 我知道经过三年五年的时间 我一定能够创 我一定可以创造一个被动式收入的系统 所以我自己真正的经营动机 我常常在讲 我们说呢 我们世间我们最爱的 除了自己的父母 自己的先生 最爱的一定是家人 那我知道整个的 现在赚钱的结构都在做改变 我就单讲 机器人都已经进来取代了 很多很多的工作 所以我知道我们的下一代 他们的生存 势必受到更严厉的一个考验 所以我常常说 我这么喜欢组织行销 无非就是希望帮我的孩子 帮我的后代 来打造一个被动式收入的一个系统 那呢 当然我的定位 我除了找到自己的动机以外 我也知道 其实在组织行销这个行业 除了可以分享产品以外 最重要我们也可以透过一个什么 一个分享机会 赚钱的机会 去帮助很多经济困顿的人 所以在我的定位里面 我不销售产品 但是我一定是产品的什么 爱用者 所以我一定是大量使用 我们全系列的产品 把产品最好的感觉 用在我自己的身上 这个是我的定位 那同时我也非常清楚的知道 这个行业比的就是底气 那我们的底气来自于哪里 来自于我们常常说肚子有没有墨水 所以我觉得大量累积知识 这件事情 它就变相对相对的重要 所以我每天都会透过 就是下班以后 回到家以后 我都会透过大量的书籍 还有就是网上的一些视频 就跟凯莉有关的 不管是产品面或是公司面的 我会不断的大量大量的一个累积 那再来一个 我的定位很清楚 既然我决定要全职做凯莉 所以我一定要成为标杆领导 所以当然我设定的目标 我一定有我的第一个目标收入 我当时设定的第一个目标收入 就是一万美金 因为我在前平台 用第五个月的时间达到 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说 如果我用五个月的时间 也能够再创一次佳金 应该是很好的结果 但是我完全没有想到 我说同样的努力 不一样的报酬 其实我第一个月的收入 来到凯莉就来到九千美金 第二个月来到一万九美金 所以我觉得自己的定位 绝对非常重要 我想我之所以能够这样子 因为我是用经营者的态度 经营者的心态 经营者的状态 我在经营这样的一份事业 那我的开始 当我有这样的一个定位以后 那我是一个目标导向的人 我的目标非常非常明确 所以当我看到三转 在当时以及是双转的时候 我说公司最高位阶是什么 他说七转 那我的目标绝对就是七转 但是我们说万丈高楼平地起 所以我就透过短期 中期长期的一个目标 要制定 我的短期当时我就是设定六个月 要成为一转 最少培养五位的这个世心董事 那我中期的目标呢 就希望在一年的一年 那我是十月一号做 所以在这边也算公开宣示 我希望在九月三十号以前 来成为公司的双转 那最少培养两位以上的钻石 那我长期的目标 一份事业是这样 有人做得快 有人做得慢 没有关系 每个人的目标制定不一样 那我的长期规划呢 我就是设定三到五年之后 我一定要成为公司最高的位阶 就是七转 那在这个时候呢 我相信透过公司的一个制度 我最少已经会培养六位 三转以上的伙伴上来 这是呢 我自己非常清楚 在我的脑海里面的蓝图 透过公司的210 我已经清楚的知道 我每一个阶段 我应该要做什么事情 每一个阶段 我要帮助多少伙伴的成功 是这样子 那当然第三个呢 我第一个目标就是一转马 那一定要布局嘛 对不对 没有布局 半年就是180天 我跟你讲 收快很快 如果没有做好一个布局的话 我们都眨个眼 我们的时间就过了 所以呢 我是怎么布我这个 上钻石这个局 所以当我了解公司的制度之后 我非常清楚知道 就是要建构500人的团队 那我知道 如果我只有开发两条线 那一条线要打250人 在这么短的时间 我觉得是有难度的 所以我第一时间呢 我就做了一个决定 我必须快速的找到五位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来沟通 我在凯利看见什么 凯利的价值 在未来我们可能经过三五年的努力 我们能够获得什么 所以呢 我就迅速的找五位志同道合的好朋友来评估 那呢 当然这边就会牵涉到所谓的列名单 那当然我的名单里面 是第一线的战将嘛 我一定是有几个方向的 当然我就是找了最有企图心的 所以呢 各位应该可以看到 我的团队里面 目前在我身边的 各个都很有企图心 然后呢 最想改变的 我们千玲老师当时就是最想改变的 那渴望赚钱的 玉慈老师非常非常渴望赚钱 还有呢 就正在找机会的 所以呢 我透过这样的一个就是 名单的一个设计呢 我真的是非常非常幸运 三传是九月初来跟我分享 当我决定做的时候呢 我就第一时间 我自己呢 先去跟我要的名单做沟通 当然最重要 我知道这是一个借力的事业 我也不过听三传说一次 听过呢 我们的五传讲过 就是听过我们的五大理由两次 但是我认为要完整的表述 还是必须借由三传的力 所以呢 第一波我沟通完毕之后 我就慎重的邀请他们 在第一个周末 就是请三传来跟他们做分享 那我觉得呢 非常开心 在当天呢 我的五条线里面有四条 当天就加入 所以呢 我应该是在十月一号嘛 十月一号我就正式的 正式的就开始去打市场 那在当时呢 我跟三传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要求 我说三传我想把这个事业做好 但是初期我绝对需要借你的力 所以我说呢 你人在中部 我人在北部 我希望每个礼拜二 你都能够来帮我办一场招商 那他回答没问题 所以呢 我们就把这样的一个模式 敲定下来 所以呢 从第二周开始 我的四个伙伴 在连同他们找来的伙伴 所以我们第二周呢 我们的团队就来到十二人 所以呢 透过呢 一个我们说组织的一个滚动 再加上每一个人看到凯利的愿景 所以第一个月呢 我就非常快速 我就完成了106人的团队 那当然 我说这样呢 这份事业呢 除了是一个借力的事业 我觉得它还是一个 勇于承担责任的一个事业 因为呢 如果我是全职专职要做凯利 而我如果一个礼拜 只能借由三传来的这一天 才做凯利 那我不可能达到这样的一个结果 所以我跟我自己讲 我身上就有两个角色 一个呢 就是被领导者 一个呢 就是领导者 所以呢 每当三传呢 他来办完招商 他离开我的公司大门之后 当他来的 当他来的时候 哪怕他年纪比我轻 我都必须臣服于他 所以我都极力的推崇他 但是他只要一离开我的身边 我就跟我自己讲 我就是老大了 我就是我的伙伴呢 背后的狮子老虎 我就是他们的靠山 所以我就告诉他们 你们找人来 我帮你沟通 所以各位 这份事业 如果你要做得快 做得好 我常常说 听一百遍 都不如自己怎么样 说一遍 所以呢 我真的下市场之后 我谈到第三个case 我就已经完全掌握 凯利的脉络 我就自己已经能够怎么样 做一百%的递结 那我能够做一百%的递结 代表其他的六天 我的五条线的伙伴 都可以借到我的力 所以我觉得呢 这个呢 必须跟我们很多的伙伴 做分享 好 那呢 当然 我们说 接下来 除了定位 除了你的目标明确 除了你怎么去布局以外 接下来一定要怎么样 就是行动了 所以呢 我们整个的团队呢 就开始大量谈单 那当然在这个时候呢 我也鼓励很多的伙伴 因为我们太多的伙伴 都会太在意一个case 会不会成交 但是我都告诉他们 如果你们把所有的单 都给三传 给文明坛 那这些经验 就会累积在我们的身上 而不会在你的身上 所以呢 我跟我的伙伴 讲了一个故事 我说 有一个老乔夫 跟一个年轻的乔夫 他们两个每天呢 都同时间上山去砍柴 每天都在比谁的财砍得多 那呢 可是呢 每一天都是老乔夫砍得多 有一天年轻乔夫就在想 那我明天开始 我要提早一个钟头 上山去砍柴 那我砍的柴一定就会比较多 可是第二天结束以后 老乔夫砍的柴 还是比年轻的乔夫多 他百思不解 年轻乔夫百思不解 为什么会是这个结果 所以他决定第三天 他除了早一个小时去以外 他还要晚一个小时 才回家 他觉得这样子 他砍的柴一定会比老乔夫多 可是没有想到结果 还是什么 还是老乔夫砍得比较多 这个时候到了晚上之后 年轻人百思不解的问老乔夫 老乔夫 我觉得我比你努力 可是为什么你的财 总是砍得比我多 老乔夫说年轻人 你看你每天做得这么辛苦 你回家到头就睡 但是我每天回来的时候 你有注意到吗 我都会把我的工具 我那一把斧头 我都一定会花一点时间 来做什么磨刀的动作 所以也就是告诉我们 老乔夫他只做了一件事情 他把他的工具怎么样 斧头磨给他锋利 所以当年轻人砍一棵树的时候 可能要15刀才能够砍下去 但是老乔夫只要多少 5下6下 这一棵树就被他砍下 所以这个就是代表什么 下市场一样的道理 你的这一把刀 你每天做凯利 你不去磨它 你的刀不会利的 市场上有非常非常多 优秀的领导人 当他除了平台 平台购 制度购以外 其实他到最后 他挑的是什么 他挑的是团队 所以我觉得也透过这样子 我也跟我的很多的伙伴 做这样的一个分享 尤其我们初期在做的时候 不要在意每一个单会不会成交 我说哪怕你今天 你把单交给三传 交给文林 也是一半一半几率 一半会成功 一半不会成功 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 为什么你不把你的名单 分成两类 有一种确实是在市场上 非常有经验的 举例组织行销的一些领导 或是传产的大老板 这种也许你的刀还不够锋利 你的底气还不够 这个时候确实可以借由 大A的力量 来帮你怎么样 谈单建构团队 但是有更大的一部分 我们一定要尝试怎么样 自己开始怎么样 下去做谈单 这样的经验 才会去累积在我们的身上 那当然在行动的过程当中 除了谈单以外 我觉得陪同伙伴 下市场作战 这件事情也很重要 所以我每一个礼拜的行程 我都会在北中南 我都会有固定点的一个运作 就是我本人一定会到场 这个第一个做的是磁场效应 第二个就是让我们的伙伴 他会有一个借力的对象 你看走到像我现在 已经是公司的一转了 你会发现我现在我在做的事情 我只是把第一阶段做过的事情 我重新再做 重新再开发 所以我觉得这份事业 对于每一个人 因为我一直以来 我都觉得每个人的聪明材质 都差不多 但是这份事业 当你决定怎么开始的时候 你透过你的怎么定位 你的目标怎么制定 你怎么去布这个局 接下来你有没有办法 积极的行动 大量的行动 我觉得这个就已经 决定了很多事情了 第二部分 除了如何开始以外 像我们现在线上的 一定有很多 可能是心急董事 哪怕你是一心 各位你都告诉自己 你是一个食人公司的CEO 所以这个时候 如何让组织持续滚动 对不对 这个时候就很重要了 所以在我自己的经验里面 我从一刚开始做凯利 我除了一边要做市场以外 其实我一边也开始 在做自己的系统 我觉得这个行业 让组织能够持续的滚动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一定要做这个行业的基本功 所以在这个行业里面 我20年的经验里面 我们大家都知道 这个行业的基本功 所有的人都会教 但是我觉得很多的人 没有落实去做 那我个人把这个行业 我是用比较简单的口号 我觉得这个行业成功 就是三部曲 就是你学会第一部曲邀约 第二部曲学会谈单 第三部曲就是学会把人导入系统 你只要每天持续的不断做 邀约 谈单 导入系统 邀约 谈单 导入系统 你只要持续不间断的 做这样的一个动作 组织就一定会滚动起来 也会倍增起来 那当然今天 大家非常难得在这个线上 我觉得邀约的部分 它是有几个细项 第一个就是列名单 这没有问题 第二个把列出来的名单 就把它分析 那我如何从数十个名单里面 快速精准找到五到十个 是我要邀约的 那我觉得第三个呢 我觉得是比较 比较多伙伴 很少落实去做的 就是真的落实到去做 所谓的不点暖身的这个动作 因为我觉得不点暖身这个动作 主要就是去收集新朋友的情报 你一定必须透过你的聊天 对不对 你的问 然后你的倾听 去了解到他目前的缺口 或是他的需求 或是他人生这个阶段 他有碰到什么样的痛点吗 一旦找到之后呢 你才可以适时的把 你手上的这个机会 凯利的这个机会 去交给他 分享给他 我觉得如果这一块没有做 没有落实的去做 只是透过列名单完毕之后 来告诉他 你来了解凯利 我觉得这样子不够 因为呢 当他没有需求的时候 你只是做你想做的事 你觉得你已经做了 你已经去邀约了 但是呢 你没有满足到他的需求 所以我觉得呢 第三点 第三个小点 就是不点暖身 收集情报 找对方的缺口 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要 那一旦被你找到的时候 一定就是进入邀约了 对不对 举例 他现在有经济的困境 有经济的状况 你就告诉他 如果我手上有一个机会 可以解决你 目前这个困难 那愿不愿意 给我一个钟头的时间 我来跟你做分享 所以呢 这个呢 就只会进入到 所谓真正的 所谓的邀约谈单的步骤了 我觉得呢 让组织滚动起来 你会发现呢 团队比到最后 到利不利 就是呢 团队有多少的人 落实在做基本功 其实他已经决定一切了 好 再来一个 组织滚动里面 一定要借系统的力量 因为系统呢 我想系统走到最后 就做教育 做培训嘛 只有透过系统的力量 我们呢 才有办法 让组织滚动起来 所以我在市场上 也常常有 很多直销公司的leader 当他觉得凯莉不错 而想跟我合作的时候 他也会问我 文林老师 你有系统吗 那我也会先请问他 那你所认知的系统是什么 所以各位 每一个人 只要是有经验的领导人 每个人过去的经验不一样 对系统的定义 绝对不同 所以呢 当他回答我之后 我会告诉他 我有系统 那所以我个人对系统的定义是 系统就是流程 加工具 加人 流程就是 我有一定的SOP流程 就好比做一个基本工 你就必须做到到位 那呢 工具是什么 我们都知道 一定要用工具 带那个组织 包含我们的沟通本 人就是要怎么样 被训练过的 所以我想今天 一定有很多 线上刚加入的小伙伴 我想透过这样子 你就会发现 哦原来我要做这份事业 刚开始是与我个人开始 我个人的定位 我的目标明确 然后呢 透过一个布局 我要在什么时间达到什么样的一个聘位 最重要 想不会达到 只有做才会究竟 最后一定就是行动力 你的就是行动力 然后走到最后 你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 都透过系统的力量 来帮助你建构一个 一百人五百人 甚至是一千人的团队 所以这个是我给宣称的答案 哇真的 每次听我们文林老师讲话 真的就犹如醍醐灌顶 真的是受益良多 你看一个成功的人 为什么他到每个地方 他永远都是成功 成功绝非偶然 我们刚才有听到文林老师讲 其实在前平台呢 已经是一个七年的时间了 他才进入到我们前平台 那当时其实已经 市场上是很多人知道这间公司 但是他一样可以杀出一条血路啊 绝对不是他的幸运啊 完全是因为一个成功的领导 他绝对有他的规划跟布局 我们听到文林老师讲 不管是在前平台 是这么成熟的平台 他是在七年后再加入 或者是到我们美商台 里一个新平台 你看他都做对的一件事 第一步是什么 借系统的力 不管是前平台 或者是新平台 跟随系统的脚步 但是呢 在跟随系统的脚步 还是有人成功 有人失败 为什么我们文林钻石 到哪里都可以这么快 成为我们佼佼者 成为我们的领导者 原因就是因为 他都会先自我定位 你到底是要做消费者 还是经营者 那他当然不可能 只是当一般的消费者 因为当消费者 是没有办法成为一个 助人的事业 所以他选择成为经营者 那在成为经营者之后 他又定义为自己是领导者 领导者就是一个 承担责任的开始 我们文林老师 你看他就讲 为什么他要成为一个经营者 成为一个领导者 因为他知道他做传统 即使他们的收入很高 但是那是一次性的收入 他是留不住客人的 但是唯有做组织 才能为他们后代子孙 建构一个渠道 建构一个被动式的收入 并且在透过这个平台 可以建构他们广大的人脉 跟消费圈 那并且带领所有身边的朋友 透有组织行销 得到一个翻身的机会 获得健康的机会 那既然今天我们要成为 一个经营者领导者 又该做哪一些顺序呢 第一个我们文林老师就有讲 我们的定位很重要 当你定位清楚以后 你要开始暖身 定点暖身列名单 他刚才有提到 我们的暖身不是你讲你自己的 你要学会倾听 所以我有注意到 我跟文林老师合作这半年下来 我觉得他在所有会议过程中 他都不是先开口的人 他都会坐在那里 先倾听对方的缺口跟需求 然后只要他一开口 一出手必看结果 真的是针针见血 刀刀到位 真的是不简单 所以为什么我们文林老师 永远可以精准抓到客户的需求 他讲的都是重点 就是因为他学会倾听 知道客户的需求以后 他就会根据客户的需求 来把这个订单成交 那我们刚才文林老师有讲 与其你听一百次 不如你自己做一次 为什么 我们很多领导者 只是知道我们要做 那我们没有办法像文林老师这样子 这么精辟的 有逻辑的去分析出来 但是他讲的原来都是我们所有领导者在做的事情 虽然我们有系统 但是我们不是依赖系统 我们照样是天天夜夜在磨刀啊 我们都是夜夜磨刀的女人啊 就是因为我们不断的下市场下市场在练我们的底气 练我们的功夫 就像我们虽然都是有组织背景的人 我们都是老侨夫 但不是因为我们经验十足 是因为即使我们有经验 我们有这么强大的佛一平台系统 我们还是每天在下市场 每天在练我们的底气跟功夫 每天都在磨刀 所以为什么有的成功人士 他到哪里都可以成功 因为他在做重复的事情 他定位好自己 然后呢他设定目标 像我们刚才文林老师讲的 他当时就告诉自己 他要在五个月的时间 成为我们凯蒂的钻石 目标不是随便乱设定啊 你只介绍两个人 怎么有办法在五个月成为凯蒂的钻石 我们知道凯蒂的钻石要五百个人 你自己才介绍两个 要人家生五百个人给你啊 这实在是有点讲不过去 所以我们文林老师一开始就跟我说 宣程我跟你说 我在半年内我会成为一颗钻石 我会送你五百人的团队 我当时跟文林老师说 哇文林老师半年之内怎么做到 他跟我讲很简单 我就是抓五个领导者出来 一人负责一百人 做团队是有这个策略的 而不是像梧桐钻苍蝇这样去钻的 所以我真的在文林老师看到 他的所有长短期中期长期的规划 而不是乱枪打鸟 真的是有规划一步一步的 所以我刚才听到我们文林老师的 所有团队规划的细节 我会知道他不但会为自己定位 为伙伴设定目标 再来他会成立系统 让所有伙伴大量的行动 所以你看他所有的团队 都是这个优秀的领导 我真的像刚才文林老师讲的 我们合作这半年 真的他一个礼拜只会用我一天 我真的带他团队很轻松 我就去讲讲烧商拍拍手就对了 那他们其他的时间 是不会找我去下市场谈单 因为他们每天自己在练功夫 他们不会依赖领导 依赖系统 他们还是自己落实的在去跑组织 所以难怪他们的团队 每个人都这么的独立 那独立的团队才能成就出一个 强大的系统出来 所以我们文林老师能够成功 真的不是偶然 那也是真的非常的厉害 不管在哪一个平台 他都可以用策略性的规划 达到他们所设定的目标 那我刚才听到非常的兴奋 我们9月即将又要产生一个 闪亮亮的双钻石总裁 在这边先祝福我们文林老师 在9月30号起以前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成为我们凯莉 闪亮亮的二星钻石 那既然文林老师 你都已经投身 确定凯莉是你的终身事业 那你一定会设定目标 成为我们凯莉的七星钻石 那不知道文林老师 你对于我们凯莉公司的未来团队 跟公司有什么期许呢 那请我们文林老师 跟我们做一个分享 好 谢谢三转 对 因为我本身是带团队的人 那又加上由于我个人 非常热爱这样的一个行业 那这次呢有机会 跟这么强大的凯莉合作 我坚信这个平台 一定能够帮助我们所有所有的人成功 那对于我个人的部分来讲 我期许自己呢 我一定要成为标杆领导 所以呢我要挑战七转呢 是代表第一个我做得到 当我做得到的时候 我常常说嘛 零到一就像一个过河 我能够带你过河 对不对 接下来我就要带你 从一到一百去做翻转 那我做得到 就代表伙伴也做得到 再来一个呢 我知道这个行业是一个仿效的一个事业 就模仿的一个事业 所以我希望呢 透过我的所有的做 来作为团队伙伴的一个所谓的model 成为他们的一个学习的一个对象 但是所有的模仿 当你模仿够多 有一天你相信我 你的经验累积在你的身上 你会开始不断不断的创新 所以为什么会有青出于栏 这样的一个名词出来就是这样 那当然我个人的部分呢 我想也是非常非常符合 我们凯利企业的使命 我们说呢 我们是挑战为什么 为使命嘛 对不对 然后来共创奇迹 那我想漫长的三到五年 听起来很漫长 可是呢 我常常说 我有穿越时空的本事 我已经看到了三年以后的我 甚至我已经看到 我可能是在世界舞台上 接受表扬 对不对 所以呢 我想这件事代表什么 人人可为 只是每个人给的时间不一样 就算今天一转 我常常说 如果一转这件事情 是你生命中 必须去做的一件事情 因为这件事情 会让你的人生 来到财富自由 这样的一个机会 那你半年达不到 可是呢 你只要不脱队 你只要紧紧跟着团队 紧紧跟着系统 有一天你一年来到 有一天你三年以后来到 还是代表你成功 因为呢 我个人 我是非常坚信之一部分 那对公司跟团队部分 的一个期许 我真的非常希望 我们能够创造双赢的局面 因为在过去 我有其他平台的经验 有些时候是因为公司的部分 出了问题 所以导致组织没办法持续 不管什么因素 那但是呢 市场上也有非常好的公司 是因为领导人的失心 去玩弄制度 所以导致组织崩盘 所以我希望这一次 我们大家应该要来怎么样 宝贝我们手上的 这个宝贵的资源 就是凯利公司 那当然在凯利公司这一部分呢 我相信今天这样的一个访谈 也许我们的高层也有机会看到 我希望公司的部分 就是为我们所有的伙伴 所有的会员 营造一个公平安全的环境 让大家都可以怎么样 全力以赴 把所有的人脉所有的时间 放心在这个地方经营 那再来一个呢 我想对公司的部分 我们就保有现在的优势 然后对林博士来讲 他继续在他的专业 研发具有更精正力的产品 交在我们所有市场上的 伙伴手上 我想这个是对公司部分的期许 那团队的部分呢 我觉得不管小到个人 或是今天所有团队领导人 每一个人都应该要怎么样 勇于承担责任 我们所有大家的共同目标 就只有一件事情 我们就是把市场做大 做好 让我们凯利有一天 真的有机会 透过时间的堆叠 给我们足够的八年时间 我觉得凯利有机会成为 组织行销这个行业 全球百大的龙头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所有的领导人 应该去做的 然后再来一个 我们不分彼此 所有团队之间 彼此互助 因为我们要追求的是一个共好 除了团队共好 我们跟公司也要共好 我相信呢 这个才使林博士呢 愿意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把这么大的一个平台 他不但让我们参与 还让我们所有的人拥有他 所以呢我们真的是解决掉了 从生产者到末端的消费者 我们真的有机会创造双赢 那当然最后一点时间 我觉得呢 凯利的这个独特的商业模式 因为当我们最后的一块 分润的奖金 是选择跟所有的消费者 来做共享的时候 我个人的解读 我觉得呢 不管是市场的营育长 包括老师或是我们两位创办人 走到最后 一定就是完成通路的行程 那当我们如果第一个阶段的目标 能够来到一千万个会员 每一个人每个月 只要进平台买一瓶的产品 用在自己的身上 那我相信 如果一瓶用一百美金计算就好 我们一个月的营业额 就来到十亿美金 而透过制度的一个分配 各位 未来使用五亿的美金 要跟市场上所有的消费者 消费商去做共享 那我想呢 当这一天来临的时候 对不对 凯利呢 势必有机会成为百年大业 因为我们呢 掌握到原物料 我们有自己的实验室 有自己的科研团队 我们是一家赚钱的公司 对不对 我们的通路商赚 我们的公司也赚 消费者也赚 所以赢成共赢的一个局面 一个赚钱的公司 从此会形成善的循环 公司会有不断的资金 继续在投入产品的研发上面 而这样的一个商业模式呢 不要任何的人去销售 任何一瓶的产品 只要买一瓶产品 用在自己的身上 却可以享受庞大 这个利润的分润 所以我觉得这个独特的商业模式呢 我觉得这个也是考验老板的格局 还有老板的气度 所以呢 我们呢 我们说一个人 说真的一个人 也许可以走得快 但是绝对走得不久 所以呢 温林真的要跟所有线上的伙伴分享 大家一定要跟警公司 跟警公司所有的活动 每一次的活动 都让自己往更高的一个位阶 去做什么 去做攀升 活动是这样 活动一定是有周期的 当然事业是做长久的 活动一定是有周期的 每一次的活动 我觉得凯利的老板 真的是非常的大气 因为为什么 每一个活动都来到三个月 甚至百天 所以我想如果通过好好的规划 大家应该都有机会拿 那再来一个就是跟警团队 跟警大的一个系统 然后呢 一步一脚印 把自己的团队建构起来 那我想呢 很快的 我们在12月份 我们就要到美国的 这个拉斯维加斯 参加我们凯利的全球启动大会 我想届时有全世界 将近20个国家的 优秀的精英领导 会参与这样的一场盛会 我想呢 所有的凯利 我常常说凯利的元年即将开始 我觉得2021 2022年 我觉得我们真的都只是在暖身而已 但是我觉得今年的第三季 就是现在开始 我透过这一次的心懂飞轮奖 尤其那一天我听到吴传 讲了一堂就是我们这次活动的课程 那天吴传就在讲 我们凯利本身就是一个飞轮系统 然后透过她的剖析 我真的非常非常兴奋 那我自己也尝试解读 包括老师说 我们也许在今年的最后一季 还会有一个满天心讲 那我的解读就是什么 透过公司的活动 可能会产生数以万计的什么 闪亮亮的这个钻石 那我也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跟上 在这一幅我们说全球财富重新分配的时代 每个人都能够掌握到 所以以上是我今天的分享 谢谢宣承 哇谢谢我们文宁老师啊 每次听我们文宁老师的言说 真的是非常的激利啊 我们刚才文宁老师讲 她在未来的三至五年内 她绝对会成为团队的标杆 成为我们凯利的七星钻石 因为她要做给团队伙伴看 那伙伴看到就会知道 老师是我们的标杆 会跟着仿效 那在这个不断的复制过程当中 一定会清出于蓝 更胜于蓝 这是我们文宁老师 她给自己的责任跟期许 成为他们团队七星钻石 这个榜样 做给大家看 那在成为七星钻石之后呢 我们也希望我们凯利 我们的母公司4E 可以成为我们最大的背景 成为我们的依靠 那我相信在我们林博士的科研团队 还有我们Steve坚强的 金流物流后台系统 再加上我们Bogo老师的行销策略 哇真的是方方面面三大巨头 成立我们这个凯利 这个分布式跨境电商的平台 真的是所向披靡 所以我们只要跟随系统 跟随团队 我们相信我们一定可以在凯利 再占一波 我们刚才文林老师有讲到 只要公司初心不变 只要领导人初心不变 相信我们在跟我们凯利公司 平台系统的合作状况之下 绝对会取得一个双赢啊 那刚才呢 我们文林老师也有讲到 我们今年凯利 只是一个暖身啊 暖身而已啊 我们文林老师就要上二传啊 那相信在12月底 我们飞往拉斯维加斯 参与凯利的开幕圣礼 这个这么盛大的典礼啊 才是我们凯利元年的开始啊 在年底啊 搭配公司的活动啊 一定会有这个满天星 闪闪发亮 像银河系统这么大 到处都是我们凯利的钻石 哇这个在市场上 在业界绝对会引爆啊 谢谢我们文林老师的剖析啊 让我们呢 更加看懂我们凯利的商业价值 看准凯利的平台价值 那也透由我们文林老师啊 他这个无私的奉献啊 告诉我们他们团队 快速成功的秘诀啊 唯有自己定位清楚 设定目标 大量的行动 不断的复制这些动作 被配合我们公司的活动 配合我们的团队 配合我们系统 大家才能共创三赢啊 所以呢 今天非常的荣幸啊 听到我们文林老师 这么精密的 这个分析跟解说 那我觉得呢 每次听到我们 所有凯利的钻石的 这个成功见证分享 我真的只能讲啊 都非常的精彩 每一个钻石 他对于一个事业的剖析 都有他的看见 他独特的想法 那我觉得每一次的取经 都让我受益良多 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恩 感恩我们的林博士 感恩我们的Steve 更感恩我们的Bogo老师 跟我们Gras Wu 可以呢 把这么好的平台 这么好的商业机会 这么好的商品 透由他们的分享 真的传达到我们全世界 不管大家现在是需要健康 需要财富 或者再找机会的朋友 都有机会 透由我们凯利 得到一个想要的结果 那今天呢 非常谢谢我们文林老师 这一个小时 真的是 请尽所能 无私的奉献 我们知道我们文林老师 真的是一个 做事相当有规划的人 其实早在一两个礼拜之前 他就在为今天的演说 做了充足的准备 那连题目都是 他包括设定好的 所以我真的觉得 我们文林老师 让人真的是觉得 非常的靠谱 所以我常听到 他团队的领导 就是说 跟着我们文林钻石 真有一个 一个形容词 就叫安心 所以难怪 他的核心团队 这几年来 都是跟随着他 所以他绝对是一个 非常优秀 无私奉献的领导 那我们今天 在最热烈的掌声 谢谢我们文林老师 今天为我们系统的付出 那接下来呢 我就把我的主持棒 交给我们GC99的大家长 Glice吴 吴传帮我们做 最后的这个分享 谢谢我们的吴传 谢谢我们的文林老师 谢谢各位 非常精彩的节目 非常精彩的访谈 不好意思 因为呢 我今天刚刚到华盛顿特区 然后呢 在一个同学家里 因为家里比较吵 所以呢 灯光也不是很理想 所以呢 我就放出我的声音 然后呢 跟大家分享 刚才 这个文林老师的这个装访 我听完以后 真的都想再加入一次 文林老师真的是 太有太有激情了 我刚才做给文林老师的 这个精彩的分享 来做了几个总结 我觉得这几个总结 刚才我们的宣承三撞 已经讲过了 但是呢 我认为有必要再重复一下 为什么呢 因为只有不断不断的重复 才会进入大家的潜意识 很多关键的话 讲一遍没有任 讲两遍没有任 至少讲三遍以上 所以呢 文林老师先讲了一遍 然后呢 我们的宣承三撞 讲了一遍 我最后还要再讲一遍 我总结了一下 文林专时的分享的精髓 第一 一定要学会问问题 不仅要帮自己 要问自己问题 还要问对方的问题 因为我们是做 副次的动作 所以他一开始 他就给自己问了一个问题 我不跟凯利合作 我是什么样的结果 我会失去什么 我跟凯利合作 我会得到什么样的未来 这个很重要 第二个要正确的定位 因为在凯利有三种定位 第一个就是消费者 纯消费 我运用产品就行了 第二个是分享者 我刚好有人问我 我就分享 没人问我就算了 这是第二种 第三种就是经营者 今天我就是奔着凯利的 七星钻石来的 文林老师就是这样的人 所以为什么他可以 这么快速的成功 如果他没有正确的定位 也跟很多人说 哎呀我高兴就分享 不高兴就不分享 这不是一个经营者的态度 第三目标一定要明确 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 目标明确意味着什么 目标后面带来的是行动力 很多人说我也设立目标 我也希望半年上钻石 我也希望一年上钻石 但是呢 迟迟朋友去行动 没有愿 这个叫空想 这不叫梦想 但是呢文林老师 他是把目标设定完之后 他的行动力跟着设定 他刚刚开始不行的时候 他借助我们高三壮的力量 每周给他一次OPP 但是第二天开始 他就开始复制高三壮的动作 剩下的六天 他就可以重复复制做高三壮的内容 而不是依赖 系统好不好 要不要借力 当然要借力 但是呢 我们不能仅仅依赖系统 我们自己要成为未来系统的建造者 所以这是很重要 如果他每一周就一天 依赖我们的高三壮 到台北去帮他举行一场造商会 那也就一天 那剩下的六天做什么事情呢 对吧 这个很重要 第四就是借力很重要 借力包括线上借力跟线下借力 那线上借力呢 文理老师就可以很好的借到 我们7799所有的这些课程的力量 那线下借力呢 就是借力我们高三壮 在台湾本土 给他的这样的一个借力 这双管齐下 第五呢 复制很重要 刚才讲到最重要的复制三个动作 一个你一定要学会邀约 第二一定要学会谈当 谈当之前的暖身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呢 你只是完成任务式的 我今天跟对方讲一个凯利的五大理由 对方不一定会录聊 会进入 会打开对方心门的这把钥匙 不一定会找得到 所以前面的暖身非常非常重要 刚开始 我感觉今天啊 我跟文理老师第一次 就是听到他这么这个精彩的分享 这么详细的分享 我发现我跟他有很多很多的共同点 我跟很多人坐在一起的时候 我也是不开口说话的 我都是看着一个个个 说完之后 最后我才开始发言 我就可以知道 每一个人的他的需求点在哪里 我就可以找到那把钥匙 把新门开进去 所以后面签单率就不要高 所以大家一定要学会这一招 能不能签单不是自己讲的多不多 有没有讲的对 这是最重要的 邀约 谈单 导入系统 这三个非做不可 有些人很会邀约 很会谈单 但是就不懂得把团队导入系统 造成他的团队没有办法爆炸 没有办法倍增 这是第五个方面 第六个就是让自己成为标杆 这个标杆意味着什么 不是说我今天走在前面 我很漂亮 我很很有荣耀感 很有怎么样 各位这个后面带来是什么 是责任 是对团队的责任 是对团队的一种当当 是你带团队的一种心态 经营台地的这样一种心态 因为在这行业 我们听到最多最多的是什么 抱怨 如果今天我要设立 让自己成为团队的标杆 我敢不敢抱怨 因为我只要一抱怨 抱怨就像瘟疫一样 整个团队都上下去 我相信大家有同感 所以既然我要把自己 变成团队的当当标杆 我就不敢去抱怨 我要用正面积极的心态 去挑战未知的未来 所以这挑战精神 我非常非常的欣赏 我们凯莉从去年一月份开始 到今年也就是一岁多的宝宝而已 你说她难道没有困难吗 一定有困难 但是凯莉不怕 第一因为有个富爸爸 富翼公司在后面 实称 第二有我们的福禄受伤心 在这里把关 第三我们有这么好的未来 这么好的产品 这么好的未来的趋势 我们不担心 但是我们伊朗 还是要面对未来未知的挑战 但是我们有这份信心 我们不怕 第四就是磨刀功夫 刚才讲的 文林老师讲的 磨刀功夫非常非常的重要 同样一棵树 没有磨刀的话 你可能砍十几下 有磨刀的话 两下半就砍下来了 我相信很多人忽略了这个动作 只是把它当成一个固定的一个工作来做 那自然而然 这个砍数的效果就没有人家这么好 第二 第五就是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 因为道生和夫说过 这个世界的钱根本就不是赚来的 而是帮助别人解决问题后带来的 帮助别人解决问题之后带来的回报 所以我们解决问题不要害怕问题 害怕问题自然而然 因为所有的财富都是躲在问题的背后 这世界上所有的财富都是躲在问题的背后 我们只要勇敢的面对问题 去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 自然而然 我们就提升了我们的成功的速度 这就是我们今天文灵钻石 为什么能够被别人称着 好 速度女丸的这么一个伟大的一个称号 所以我 我绝对绝对相信文灵老师 9月30号之前能够成为二型钻石总裁 好 这就是我跟大家分享的几句话 我们的这个文灵钻石的分享 真的非常谢谢我们的吴赞啊 你看我们吴赞已经这么成功了 他还是这么的用心专心的聆听 把我们今天所有的演说 精辟的分析讲出重点啊 让我们再次的温故之心 真的是非常谢谢我们的吴赞啊 所以在座的各位啊 成功的人一定有他成功人的特质啊 那如果我们还没有成功人的特质 那我们就要从仿效模仿开始 你总有一天呢 你也会跟成功越来越接近 人家讲啊 跟随成功人的脚步 离成功就不远了 那今天呢 真的是非常感谢啊 我们的文灵钻石还有我们的吴赞金辟的分析啊 让我们真的是耳濡目染啊 真的是我觉得心神领受 整个人呢 功力又再提升了一级啊 真的我觉得在凯莉 我们真的看到未来 看到远景 也看到我们的希望 那我们希望借助我们的 这么伟大的凯莉平台 还有我们这么强大GC99系统 带领所有相信我们的伙伴 所有的直销难民们 可以再次再次的找到我们成功的机会 那今天呢 非常感谢所有凯莉的家人伙伴的聆听 那我们今天的钻石访谈就到这里结束 那敬请期待我们下一周的钻石访谈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